在丧尸横行的末世 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人 女人只是收到一个求救信号 于是便好心地赶过来救人 没想到竟是对方设下的圈套 埋伏在暗处的歹徒 瞬间将爱丽丝团团围住 其中一个男人还想图谋布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 自己惹上了不该惹的人 爱丽丝只是抬腿一脚 就直接踢死了男人 但这样的举动也彻底激怒了歹徒 他们将爱丽丝绑起来 关进了一个满是丧尸狗的地窖里 为了让爱丽丝不那么早死 大妈还丢下了一百钥匙 就在爱丽丝准备解开手套时 他们放出了里面的丧尸狗 爱丽丝见状一个鲤鱼打铁 接着迅速往墙边跑 在丧尸狗追上来的瞬间纵身一跃 丧尸狗在落地时被钢筋刺穿 另一只也被爱丽丝用剪刀绞定 大妈意识到这个女人有点东西 于是又放出了剩下的几只 但此时的爱丽丝已经解开了手套 没有束缚的她就连舔尸者都不是对手 更何况是几只丧尸狗 经过一番努力 三只丧尸狗很快被爱丽丝利用电线绑在钢槽上 它们不停地挣扎 导致钢槽发生松动 上面的混泥土也掉落 爱丽丝瞅准时机 以混泥土作为跳板成功逃出升天 紧随而来的还有挣脱束缚的丧尸狗 三人自作孽不可活 相继成为了丧尸狗的口袋 爱丽丝则趁机拿走武器离开了这里 接着骑着战马又开始了一个人的求生之路 此时距离病毒爆发已经过去了两年半 在第二步的结尾 保护伞公司为了防止病毒扩散 向浣熊市投放了一颗5000吨当量的核弹 结果不但没有成功阻止 反而发生了更加可怕的灾难 病毒在一周之内就席卷美国 几个月之内便蔓延到了全世界 并且导致江河干枯 森林消失 大部分陆地都被黄沙覆盖 而当初爱丽丝被保护伞的艾萨克斯博士 再次进行了改造 不仅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又成功被卡洛斯和吉尔两人救走 但他却发现博士在他的身体里植入了芯片 一举一动都被保护伞的卫星监视着 所以为了不连累到同伴 爱丽丝只能选择不辞而别 独自一人躲避保护伞的追击 然而他并不知道 爱萨克斯博士当时不但对他进行了改造 同时还提取了他的基因 并且在美国最后一个保护伞的地下基地里 利用他的基因克隆了爱丽丝 为了测试克隆体的能力 博士利用各种机关陷阱 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变态实验 其中就包括最经典的激光陷阱 虽然很多陷阱都被克隆体灵活躲 但最后却还是死在了机器人的扫射下 随后博士来到现场 叫手下记录好各种数据后 便把克隆体的尸体搬到地面丢弃 而这已经是第86次实验了 克隆体的尸体也早已堆积如山 艾丽丝的抗体制作了抗病毒血清 并且试图使用这种血清 让丧尸恢复人类的意识 从而将它们驯服 组建一只强大无比的丧尸军团 为保护伞锁 眼前的这只丧尸在注射爱丽丝的血清后 明显开始变得温顺 智力也得到了很大提升 不但会使用相机拍照 还能玩简单的智力游戏 但也仅仅是简单的而已 一旦遇到一点困难 就会立马耍小脾气 再次恢复嗜血的本性 察觉到不对劲的博士立刻选择开溜 留下两名可怜的研究员被活活咬死 显然这次实验又以失败而告终 此刻的博士终于意识到 只有爱丽丝本体的抗体 才能让实验有所突破 而此时的爱丽丝来到一座加油站 本想加点汽油 却发现里面早已空空如影 在搜寻物资的时候 发现一本日记 本子里的无线电 记录着阿拉斯加可能没有被感染 于是他打算将这个消息告诉其他幸存者 另一边 一致名为克莱尔的幸存者车队 为了躲避丧尸 正在漫无目的的到处迁移 当初跟爱丽丝一起逃出 浣熊市的卡洛斯也在其中 他们一边赶路一边搜刮物资 这片车队图进一个汽车旅馆 于是打算在这里站住一晚 然而就在清理丧尸的时候 黑子却不小心被袭击了 虽然卡洛斯及时将丧尸击毙 但他还是被咬了一口 不过为了不被抛弃 他并没有选择告诉其他人 很快夜幕开始降临 卡洛斯在周围布置了防线 好在晚上并无任何异常 而此时正在睡觉的爱丽丝 却无意间触发了超能力 导致附近的石块和摩托车都飘了起来 当他醒来时 只看到掉落的摩托车和石头 但他并不知道 这股强大的力量 被基地里的超级电脑小白检测到 也让博士大概锁定了爱丽丝的位置 到了第二天 车队里的小女孩突然被动静声惊醒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车门一看 发现竟然是一只乌鸦 吓得他赶紧回到车里 因为这并不是普通的乌鸦 而是吃了丧尸腐肉的便衣乌鸦 会主动攻击活物 无数只丧尸乌鸦触发感应器 等所有人反应过来时 密密麻麻的乌鸦已经将车队包围 他们躲在车里不敢发出半点声响 可一个掉落的依拉罐 却让满是小孩的校车爆了 鸭群开始躁动 并且盘旋在空中随时准备发动袭击 克莱尔意识到情况不妙 赶紧命令车队离开这里 但校车却被乌鸦遮挡视线 撞上了一旁的电线杆 其他人见状只能返回救人 试图将车里的小孩转移到另外一辆车 虽然成功救下了车里的小孩 但在丧尸乌鸦的疯狂攻击下 小队也损失惨重 男人只能爬上车底 使用喷火器进行反击 与此同时 爱丽丝刚好从附近路过 看到漫天飞舞的乌鸦 她瞬间意识到不对劲 危急时刻及时赶来救下了 即将被火焰吞噬的卡洛斯 还再次发动能力改变火焰的方向 顺便烧死了所有丧尸乌鸦 不得不说这样的能力实在是太变态 不过强大的能量 也让超级电脑小白再次检测到 并且通过卫星成功锁定了 爱丽丝的具体位置 博士当然不会放弃 这个抓住爱丽丝的绝佳计划 而此时爱丽丝这边拿出找到的那本日记 告诉众人阿拉斯加很可能存在镜头 于是克莱尔打算带着小队立刻前往 但由于需要长途跋涉 他们的物资和燃料都已经不多了 所以小队决定去最近的赌城拉斯维加斯 收集足够多的物资和燃料 可他们并不知道 博士已经派了两架直升机 拖着一个装满丧尸的集装箱 提前在赌城设下了埋伏 小队很快到达了目的地 昔日繁华的赌城早已被黄沙覆盖 他们来到加油站附近 却发现加油站被一个集装箱挡住了 要想加油就必须把集装箱挪开 可当他们正准备行动时 敏锐的爱丽丝却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 果不其然下一秒箱门被打开 一群丧尸倾巢而出 对小队发起了猛烈的袭击 他们并不是普通的丧尸 而是用爱丽丝的基因强化过后的丧尸 速度和攻击力更为强大 小队瞬间陷入苦战 但好在有爱丽丝这个开挂般的战力 虽然是强化过后的丧尸 可在爱丽丝的面前依旧不堪一击 两把西瓜刀犹如死神降临一般 神挡杀神佛挡杀佛 很快就解决了大部分丧尸 而博士在惊叹爱丽丝能力的同时 也让手下通过卫星启动爱丽丝大脑的控制芯片 直接让爱丽丝如电脑关机一般停止行动 没有了爱丽丝这个强大的战力 小队在丧尸的攻击下彻底陷入绝境 他们死得死伤的伤 就连卡洛斯也被突然变异的黑子咬中手臂 克莱尔在解决一只丧尸后 看着同伴的尸体发出了绝望的怒哄 一旁的爱丽丝似乎听到了呼喊 硬生生使用强大的力量夺回了身体的控制权 同时还导致卫星的芯片被烧毁 恢复意识的爱丽丝再次加入战斗 解决掉几只丧尸后 也成功通过信号源锁定了博士的位置 等到博士反应过来 爱丽丝已经杀到了门口 几名守卫被瞬间干掉 博士想要开溜却被突然出现的丧尸咬了一口 但最后还是在飞行员的帮助下 开着直升机成功逃脱 可爱丽丝看着离开的直升机却并没有选择开枪 因为想要前往阿拉斯加直升机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而博士回到基地后 第一时间就注射了抗病毒血清 但经过爱丽丝基因强化过后的丧尸病毒过于强大 这种血清根本就起不到作用 由于博士用量太多 最后反而变成了一只可怕的怪物 基地里的所有人都被他残忍杀害 很快爱丽丝一行人就循着直升机来到了基地附近 可结果却发现外围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丧尸 想要开走里面的直升机根本不可能 无计可施之时被丧尸感染的卡洛斯站了出来 他决定牺牲自己驾驶油罐车在前方开路 爱丽丝知道他的感染时间太长已经无药可救 于是也只能含泪同意 很快卡洛斯便开着油罐车驶向尸群 接着猛打方向侧翻在尸群中 临死之前卡洛斯最大的愿望就是点一根滑子 没想到抬头一看竟然在椅子下发现了一只 而此时丧尸已经围了过来 卡洛斯只能先点燃影线 在即将爆炸的最后一刻又点燃了滑子 巨大的爆炸硬生生炸开一条序路 爱丽丝趁机开车进入基地 在尸群到来之前 成功把所有人送上了飞机 但爱丽丝自己却不打算离开 因为她要进入基地内部找博士算长 结果却无意间在基地门口 看见了自己的无数具尸体 这让爱丽丝更加愤怒了 然而当她来到基地内部 却发现这里早已变得一片狼藉 墙上满是圣人的血迹 实验室里也挂满了研究员的尸体 就在爱丽丝继续往里面深入时 超级电脑小白突然出现 把这里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爱丽丝 还说她的血液可以研制出血清 拯救这个被丧尸席卷的事件 基地有各种设备可以研制血清 但眼下必须解决变异的博士 爱丽丝没有丝毫犹豫同意了下来 并且在小白的指引下来 到了一间巨大的实验室 变异博士就被小白关在这里 同时爱丽丝还发现了自己的克隆体 可就在她看得入迷时 变异博士突然来了个不讲武德 不仅将爱丽丝打飞 还破坏了身后的实验容器 导致里面的克隆体流了出来 爱丽丝将克隆体安顿好后 便立刻追上博士 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爱丽丝凭借着灵活的走位 砍中了博士无数刀 结果却发现根本毫无作用 博士身上的伤口 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爱丽丝本想起伸俭起地上的杀猪刀 却又被博士伸出的触手 死死围住脖子 关键时刻爱丽丝一脚踩碎地板 利用惯性成功拿到杀猪刀 并且一刀砍断了对方的触手 接着又在博士再次发起攻击时 使出了神罗天真 使用大招过后的爱丽丝蓝量已经见底 可被打飞数百米的博士依旧毫发无伤 并且对着爱丽丝使出了无敌式吼弓 正面扛下攻击的爱丽丝 直接砸穿身后的墙壁 最后摔倒在了后面的激光走廊里 博士紧随其后 再次与爱丽丝展开了肉搏战 爱丽丝的攻击打在博士的身上就像刮沙一样 而博士的每一次攻击都是暴击 几个回合下来就把爱丽丝打倒在地 不过反派往往死于化多 此时的爱丽丝突然笑了 就在博士不明所以时 走廊里的激光突然启动 直接把博士切成了大大的小块 爱丽丝本想与博士同归于尽 但不到一毫米的时候激光却突然停止 原来是醒来的克隆体及时关上了机关 爱丽丝再次死里逃生 但她的故事还在继续 此时远在东京的保护伞基地内 保护伞的高层威斯克 正在与其他基地的成员举行远程全息会议 由于联系不上博士 他们意识到北美最后一个基地已经被攻陷 所以打算将研究资料传到东京 威斯克决定亲自在这里继续进行研究 但没想到就在这时 爱丽丝突然通过全息影像向他们发出警告 表示自己马上就会杀到东京 因为没有任何人能挡住 数以万计的爱丽丝克龙体